你好 大家早安五安 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神汪第一线》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这件事第一件事一定要讲的是突发消息 因为美国警察的封公伟迹的视频就曝光了 什么封公伟迹呢? 其实就不是真的什么封公伟迹 就是在Memphis 或者叫孟非斯 中文叫孟非斯 这个地方的警察较早前打死了一个黑人 但是那几个前警员被解僱了 是五个打死一个人的 他们当然是很暴力的 经常说是警暴 美国人投诉其他地方是警暴 我没在香港听过 有警察在截停人家的时候 交通事故 因为这件事是因为交通截停人的 截停人之后就打死人 那个人叫Tara Nichols 现在这件事是很烈的 其实个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之前我们没有说呢? 其实我们觉得算了 你打死人也很小事 整天都打死人的 但不是的 现在这件事就发烤得很厉害 因为他们有带随身镜 还有有截停人的 那个受害者的地方 他们是有天眼的 那条片子就曝光了 当然我不会播这条片给大家看 因为播这条片给大家看 会令到大家很不安的 哈哈哈哈 即是现在他们是第二线的 他们是第二线的 即是现在他们五个警察都被人告 是谋杀的 这个严重性是很高的 可以罚多久呢? 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 class A felony 如果要坐牢 就是15到60年 这个是很严重的 这个 Tara Nichols 她的名字的串范 好像车胎 但不是读Tire Tara Nichols 通常都是这样的 因为不会读Tire 他这个29岁的人 也是很可憐 他被人打完后 他送了去医院 他家里的律师 帮他家里的律师 基本上就是说 他是被人残暴地打 拳源与下 这个黑人 他是1月10日的时候死的 基本上是被警察打死的 基本上是 其实美国全国的警察 都是被人问 究竟你怎么对黑人 是不是这个是种族歧视 今次呢 我就告诉大家 看到黑人警察 都打死黑人 这个算不算种族歧视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可能 他们 叫警察 都是叫蓝色的 香港那些蓝型的 我想都是抄外国 就是外国撑警 或者警察就叫 Blue Line 那些 就是Thin Blue Line 就是警察的意思 他就抽了这个字去用 所以 为什么在香港 弄个蓝型出来 哈哈哈哈 这件事情 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在美国 有没有人撑警 没有 暂时看到真的没有人撑警 基本上 现在看到一个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大事 就是 美国他们 基本上是警察 对黑人歧视 就是这个蓝色歧视黑色 如果你要强行分颜色 就是蓝色歧视黑色 就不是白人歧视黑人 哈哈哈哈 这件事情一定要说 丁丁就在电视上看了 你在电视上看了你的事 我一定不会播的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全片我看过 是实在太残暴 是权如雨下 五个人围答一个人 还有 他那条片 反而 令到有很多问题 就解释不了 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因为警察抓他的时候 就说他想抢枪 但是视频就拍不到 就是被害者想抢枪 其实就 哈哈 这个真是 真是大麻烦的事 那 Tony Charles就说 警察膚色影响民众 今次不支持 那问题就是 他们 这次实在太过分 而且被人拍了片 我说的事情给大家听 就是 警察打人 打不打死一个人 其实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如果那个人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他打完之后很快就会死 如果你说打重手一点 打轻手一点 其实有时候根本都不知道 你的力度就差不多了 不过你踢哪里 拳打哪里 那里 后果可以很不一样 所以警暴为什么是一定要被制止的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警察很容易 刺手打死人的 其实是 如果要围买一个人 狂打的人 其实就不行 你制服那个人就可以 坦白说 如果你用适当的武力 去制服一个犯事的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要跟大家说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 如果你一过了一条界线 就是 你明明已经制服了他 你还要拳打脚踢的 那这一件事 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持得到的 或者 举个例子 就是 你取手 拿着警棍 挥支棍在那里打人 被视频拍到 这些是没得支持的 为什么说没得支持呢 因为你挥棍 打到人 然后别人 他打开背脊 有瘀痕 有伤痕 你就知道他是重手打下去的 就是不是势力这样的 所以有些事情 我跟大家说 是要很谨慎 就是 重症的人 有些当然很离谱 是不是都撑警 但是现在美国这次都没有 因为这次那条片 实在太离谱了 其实之前 美国也有一些政客 是会支持警察的 尤其是白人警察 打了一些黑人 或者打死黑人的时候 他都会说警察做得对的 一定会有些白人证棍出来 这次很惨的就是 这五个警察 他也是没有人支持的 哈哈哈哈 因为他是当了你黑人打黑人 这件事就是这样 但是 现在在美国就有很多漂亮的风景线 或者美丽的风景线 用佩洛西的说法 这个美丽的风景线 是去到哪里呢 我就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美丽的风景线 差不多全国都有 现在他们已经有人堵路了 就是 在这个孟菲斯 Memphis那里 他已经有人堵路了 那堵路其实 当然 我就跟大家说 是不适合的 就是 你示威还是示威 你去申请的地方 你去示威 表达你的意见 没有问题 这些是和平的 但是你去堵路 你没有申请的去堵路 你阻挤别人的工作 其实这个 已经是很不够的了 就是你这样做 不是啊 我示威当然要阻挤别人 有一个态度就是这样 我示威当然要阻挤别人 其实你示威集会 你申请在一个范围里面 其实这些是合法的 就是合法权益 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在一个位置示威 但是你不可以 没有预警别人 就封了这些路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 很问这些事情 很问水 就是为什么 你和平也好 你几和平也好 你对社会的损害也是很大 这个一定要先说一下 Loris说 换一个直播系统 会不会更好 其实是不会的 我告诉大家 试过其他 其他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那些直播系统 要一些网络很快的地方 才是OK的 但是我的网络就不是很快 当然是 而且会塞车 你说我转了这个 光纤会不会更好 有人会这样说 其实不是很可以的 就是我坦白和大家说 始终这个地方 比较偏远一些 如果你说我用手机做直播 行不行 其实都可以的 其实手机不是不行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样直播 又不能射去两边 现在射去两边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时候 那个网络 它射去这个 因为这个是靠 那个软件系统射去的 它射去 方向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射去正向的 其实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看得到的 就是它那个 Beat Rate我看得到的 那现在当然是不理想的 现在看得到的 情况就是 Beat Rate是不理想的 但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也是 就是 我自己在这里 迫过去直播系统 它是爆灯的 但是它那里射去YouTube 就有问题 现在我减少了 譬如我现在关了一个 CAM 我减少了 但是它没有好处 其实你看到 就是那个 串流的Beat Rate 又有问题 所以这个不关事了 这个 提我说不要说太多 回来说 就是这件事先 他这次 就已经有示威者被捕了 那示威者做了些什么呢 就被人抓了呢 只是打爆了警车的挡风玻璃 是一架警车的挡风玻璃打爆了 那就被人抓了 那在香港 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 就是 怎样叫美丽的风景线呢 就是 基本上 热烈了 那些店铺窗被人打烂了 那些东西被人抢走了 什么安公牛黄园 就是 片仔网 那些被人打烂了 其实 香港 根本就不可以说是和平示威 那时候 那时候根本上严格来说 是暴动 就是 你暴动的时候 你可以先讲成美丽的风景线 那现在 你 就是打爆了警车的挡风玻璃 你就抓人 那对不对 那其实就不对 那现在 就是 有些网友就说 有些网友没有事 很少打圈 那其实不是个人都有 有些网友 他投送我们知道的 所以我们 我们知道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那你说 应该是那个 location的问题 我不敢说 因为我现在呢 拼下去直播系统的 beat rate是够的 但是他射到youtube 就不够 那我刚才试过了 就是你把画面简单一点 其实beat rate会降 但是他没有提升 就是他的beat rate会提升 就是可以提升一点点 其实他也没有提升 还是低于建议值的 所以有时候老实实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看到的东西 不一样 香港其实很多东西很好 我也要提升大家 就是香港有很多东西 那些人说香港很不便 其实香港的硬件肯定是好的 就是说一句真话给大家听 现在在美国 不同的地方都有示威 现在是很多地方都有示威 这些全国性的示威 那 你说这样啊 会不会搞到美国很麻烦 其实现在他们有些地方 就是警民对峙 就是在纽约都有 就是警察和示威的人 就是对峙一下 在街上合一下 但是他们就 就是没动手的 他们就 除了打爆警车 这个挡风玻璃 被人拘捕了之外 他们算是很和平的 这次 在 这个我看他们的电视的报道 也算是很和平的 那 那 当然他们那几个警察 被人告谋杀 当然是应该 你这个狂打人 那这件事是不对的 还有 美国呢 其实是 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做好一点 如果你去那个 曼菲斯 即是Memphis City 那里 其实 他们 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好的 这个田立西州 应该Memphis 就是田立西州的 那 他们当然是 老土一点的地方 这个田立西州 是 那 那 他们现在发生的事 就好像 1991年 在 洛杉矶那里 现在洛杉矶 为什么说洛杉矶 洛杉矶就是 在1991年的时候 就试过 怎样呢 就试过 因为一个黑人叫Rodney King 他就被人打 他打完之后 就暴动 就暴动 就暴动了 那 那 现在 会不会 美国会暴动出现 你不要说是不可能 我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 那些暴动人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他就是躲在那些和平示威者 其实现在美国的示威者 为什么来说是和平 他因为只是打爆了一部警车的挡风玻璃 那个 打爆警车的挡风玻璃那些人 都被人抓了 所以你说 他是不是暴动 他不是暴动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变成 整个美国都会有暴动 真的很难说 为什么说很难说呢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滲下去 这次是 而且 这次呢 就很不同 就是这个 和 Rodney King那件事 Rodney King那件事 那件事 都蒙茶茶的 这次这条片 就很清晰 就是在警察的新镜子里 和在路上 他又有镜子拍到 他大件事就是打完之后 又踢 然后还要用电枪 就是Taser 电 然后还有呢 就是胡椒噴霧 全部一起来 其实 问题就是 他都倒转了 次序 其实一开始 制服人 就是用胡椒噴霧 胡椒噴霧 没有效 才再用电枪 电枪 结果 这几个警察做的事 都倒转了 就是打完才 再电 再胡椒噴霧 其实你看到 就是 你怎么搞错 都可以的 看完一定是这样的 还有现在还有一件事 就是 有hashtag 很不同的 有推特 还有 这些镜子太清晰了 这些人的暴行 根本上 可以说是无所遁形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 这次很糟糕 这次是 Ben Tony 说 有时自己没有网 都会转自己不知道 其实不知道 大家有问题 我也很抱歉 不一定 可以帮到大家 还有YouTube 真的有问题 我认为 因为我在不同地方 是测试过 有些人看直播 真的会转圈 我这么巧合 那些人的网络有问题 他不是 他看其他台的直播 是没有事的 是看这个台 直播才有事的 哈哈哈哈 就是看那些银银 那些没有事的 他说那些从来都不会转圈 那当然 拜登他有说话 拜登他说他自己也很生气 而且他觉得 哇 很痛苦 看到那些这样的视频 其实他能不能够令到那些地方 那些警察做得好些 就是联邦他是有权力这样做的 你说他弄了一些法律 通不通得过 那就另外一件事 但是他应该找些东西去做一下 其实拜登 他不是就是 拜登就是一个演帝 是演员来的 可以说是演帝 是影帝 他说真的 你是有权力 你说你很生气 还有你觉得你很痛苦 其实 你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你有权力的人 就不是什么都做不到 我们一般人 就什么都做不到 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这么说 Tony Chow有国产Camp 被各佬用了都不知道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们那些Camp里面 一定有中国零部件的 这是肯定的 那你说会不会是中国制造的 会好些 其实现在根本那些 漂亮的电子货品 基本上都是中国做的 其他地方做的是不好的 说真的 Raymond Lee说 没有比较 因为听我们的直播 不要紧 如果是的 因为我们有些网友是试过的 因为 在别的地方 他都会在网上听新闻的 在网上看新闻的 那他看其他台的直播 没有东西 是听这个台有东西 那我也没办法 那这次也是 有可能 我不是说一定 有可能 他们会变成暴动 我不敢说百分百 但是 很有可能 因为 现在要知道 美国经济不多好 其实 有些人说美国的数据是多少 是的 但其实实体经济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也有提过大家 他的数据可以做好 可以做坏的 你说的数据是假的 我说的数据可以做好做坏 就没有说是假 如果他有些量度的方法 就不同了 或者他改变了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对不对 那 这个民主执法标准 你说 其实美国又不是 民主制度的标杆 我一定要说 如果你说 民主执法标准 其实 有些事情我也要说给大家 你说 民主是如何体现 你不能说 美国 他才有民主 就是中国是极权 这个不是的 你一这样说 就是中了他的话术 因为他的话术就是这样 我们就民主 你们就极权 其实就不是这样 民主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体现方式 民主这件事是好东西 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这个中国 这个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这个价值观 民主自由都是核心的价值观 所以 有一件事我提醒大家 你不要说民主就是这样 他自称民主就是这样 应该这样说 这个是他自称的 HAPPY WONDER就说 乘机可以发烂炸 经发穷乐 其实有可能有这些情况 我不敢写爆单 因为 最上一次 有这么严重的视频 就是RODNEY KING RODNEY KING RODNEY KING搞到 LA那里暴动了整个星期 他那里是整个星期 不是几天 他整个星期都有暴动 那时候最强烈的 就是韩国人的店铺 因为韩国人的店铺 基本上很快就拔枪出来 指着黑人 这个我也是说的 给大家听 结果 暴动的时候 他们的黑人 就去韩国店铺 那里报复 有时候我告诉大家 我常常说不要靠恶 靠恶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报复的时候 他看到你是一个劣势的情况 他们一报复 或者他们聚到人一报复 就是反弹力很大 那HAPPY WONDER就说 我记得很多韩国人都有问题 因为韩国人他们开了很多小商店 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和黑人很快已经有冲突 那些黑人去那里撒饭 其实撒饭正常来说就是报警 但是韩国人就不是报警 就拿一些枪去指着人 那时候是这样的 我听回来的 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小 我也是听一些长辈说的 我们有亲戚在美国 他看到一件事 就是你明白 就是你对别人 本身不客气 别人都会对你不客气 他会撒饭 他会撒饭 他就报警 对不对 要不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可以做 civil recovery 其实被人偷东西从来都可以 其实这些公司很迟才有 其实不是的 很久之前已经有了 就是偷了东西 然后去那里拿回东西 或者去那里索尝 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很文明地做 还有中国人就聪明很多 我告诉你 中国人很惨的地方 就是有时候都是不中富居 为什么说中国人不中富居呢 中国人不中富居就是被人当了是韩国人 其实就是 觉得当时你也是有份的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中国人对黑人 也不是说太过不客气 老实说 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 韩国人就真的对黑人好 不客气 但是没办法 你一暴动的时候 是一起一锅熟的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凶威斯就说 两件事的性质不同 那是民间冲突 警方和市民发生公权和民权的冲突 一定要说清楚 Rodney King那件事 是警察打人的 都是 你不要以为Rodney King那件事是民间冲突 我如果没有记错 Rodney King那件事 他也是被警察打的 他也是被警察打的 为什么两件事可以类比 就是Rodney King 他被警察打 但是他没有被人打死 但是那条片子出来了 那条片子出来了 之后就引发了LA大暴动 其实就是这样 哈哈哈 所以你说 不是啊 一个是警察打 一个是民间打 不是 他由警察打 他也可以演变成 民间的暴动 你不要以为没有可能 因为他示威还示威 接着有人温水摸鱼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 你示威搞到大规模的示威 一定会有人温水摸鱼 借一些已发烂的 其实就是 如果你示威那班人 不和这些暴力事件切割 我再说一次 你不和那些暴力事件切割 你就和暴徒是没有分别 为什么你做了掩护 问题就是这样 HAPPY WONDER 就是那时候CNN有直播 在直升机拍摄 是那些暴动在直升机拍摄 那时候也很清楚 那次真的是因为警暴而引起的 那些暴动 一定要清楚 就不是民间暴动引起 他 为什么我会说到韩国人被人打得很厉害呢 就是 他一直都是和别人是有牙齿人 别人一借伤成毒的时候 就会还托 就是这样 结果那些黑人 那时候就是去抢去烧韩国人的店铺 其实就是 哈哈哈哈 你明不明 HAPPY WONDER 他就说回那个情况 就是3月3日 1991年的时候 他就被LAPD打获勁 他就喝醉了酒 哈哈哈哈 他就被人打获勁 你制服还制服 警察用适当的武力是没有事的 我也经常说 你警察自己打人一锅 这些是没得说的 如果你用适当的武力的话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当你一过了一条界线 就会有问题的 我们的标准都是一致的 就是这样 从来都是一致的标准的 譬如你如果 不同地方的警察 随便打人 我们都一定是谴责一些警察的 但是如果你用武力去制服一些 就是已经在这里做了坏事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武力是要合适的 你拳打一脚踢 打完之后 再电 再噴胡椒 噴霧 倒转了来做 就不是合适的武力 这个一定要先说清楚 哈哈哈哈 好了 说到这里 好了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再说其他话题 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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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